欢迎收看黄金30分 乐山市的老汤夫妇最近情绪一直很紧张 因为他俩的女儿汤千惠代表中国队参加了成都大运会 登上了网球混双的竞技赛场 这位来自四川乐山的女孩不仅球技了得 更是网球赛场上的颜值担当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运动故事 运动的盛会 青春的赛场 他挥舞球拍 踏上梦想的舞台 球场上的他擅长篮网 反手 敏锐 聪慧 很灵活 非常灵活 情绪性非常好 生活中的他爱好琴棋说话 才华横溢 高颜值与精湛球技并肩作战 他的网球职业生涯 还有着怎样的故事 唐静怀 雄去 尽请关注视线节目 永不止步 汤宇泰和徐海燕两夫妇紧紧地盯着屏幕 心情格外激动 老两口守在电视机前 认认真真地寻找着女儿汤千惠的身影 水手太多了 看不到 哦 看不到 看不到 找不到看起来 他肯定也在后头 你说他 他的脖子那么高门 应该还是看着去 肯定在后头 这肯定确实起来一头了 还没有 我要点火酒了 我要点火酒了 要开始了 年人出国警察的一时发现 这千惠不曉得在哪里了 你看 他肯定在线上 肯定心情更激动 你看我们在这儿 看这个人都很激动 他在线上肯定更激动 火炬被点燃 盛会正式启程 全世界的大运剑儿 同场拼搏 谱写青春之歌 虽然没能在屏幕前的开幕式上 找到女儿的身影 但在老两口的内心深处 女儿汤千惠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骄傲 这个擅长给对手制造麻烦的女孩 名叫汤千惠 2000年9月出生于四川乐山 现为西南大学再读研究生 作为一名女子网球运动员 她的身高达到了一米八三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网球比赛 感谢张欣宇 汤千惠 17年 17岁的汤千惠和队友蒋心愚 2017年 17岁的汤千惠和队友蒋心愚 在WTA国际巡回赛江西网球公开赛 女子双打的比赛中 击败对手 获得WTA女双冠军 17岁一球成名 汤千惠和队友令无数球迷激动万分 这就是我们为千惠成的一个勇于萧天地 这个家家上摆的权势 他从青山的时期一直到 到母亲为止 他获得了一部分奖杯 整面墙 对对对 我看基本上都摆版了千惠的这个 获得的奖杯 是的 厉害厉害 这个就是卢州长最紧的一次获得了一个奖杯 在卢州获得了铝双冠军 大大小小的奖杯放满了一整面墙 沉甸甸金灿灿的奖杯 在展示架上耀眼夺目 父亲告诉我们 这些奖杯 见证了女儿汤千惠的成长足迹 从他10岁到18岁 或者青山的时期获得了奖杯 10岁开始就开始在获奖 对对对 7岁开始练 对对 两三年的时间就很快就 崭露头角了 是的是的 这上面基本上是他 参加ITF和WTF的奖杯 为了支持女儿的网球事业 父亲也变成了资深球迷 这两个奖杯虽然很不齿很出众 但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像这个奖杯哈就是2017年 他和 他不加急于在那个南昌 获得了WTA的一个奖杯 获得了奖杯冠军后 他也就成为了这是WTA 有史以来第一个00后的这个冠军 首次参加国际大赛 就刷新了中国选手最年轻WTA冠军记录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00后WTA冠军 2021年和队友搭档在中国网球巡回赛 昆明安宁战获得女双冠军 2022年入选备战巴黎奥运会女双运动员名单 这就是这个柜子里放的全是千惠 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了奖杯 无影都是花花哨哨的 也是他象征着他获得了各种勇余 也是青春的记忆 汤千惠的父亲告诉我们 女儿不仅热爱网球 擅长打网球 更有文艺范儿十足的一面 这个视频很珍贵 是2007年也就是千惠刚都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收邀和他的小提琴老师冯老师参加 五中的一个艺术级的时候 在台上表演 维瓦尔的A小调西走区 那一段珍贵的视频 年仅九岁的汤千惠 小提琴达到七级 并多次获得四川省中小学生 优秀艺术人才大赛 小学组的一等奖 既能拉小提琴 又擅长绘画 这样多才多艺 天赋异禀的汤千惠 是怎样走上网球这条道路的呢 汤千惠出生在乐山一个普通家庭 是标准的零零后 从小备受父母宠爱 他的名字也蕴含着父母对女儿的期许 前就是前十年春生 回来希望他学习成绩好 我们当时是希望他 你想吧 千惠是希望他成为专家学生 没想到他当了运动 和同龄孩子相比 汤千惠从幼儿园开始 就是全班升高最高的 2007年的时候呢 千惠就走上了网球这条路 汤千惠刚刚来的时候呢 他比较认真 教练安跑到了啥子 他马上就去 保子保量地完成 这个简单的回拍动作 或者是拍球或者是电球 他都会很认真地去完成 七岁开始 汤千惠拿起球拍 从此网球这一运动 成为他人生轨迹中 最重要的项目 孩子呢 当时个子很高 手长脚长的 然后呢 我们当时就看了一下 他的协调性 还有他的弹跳那些的 很灵活 非常灵活 协调性非常好 很有运动天赋 然后父母也高 他自己当时小时候 也非常出众 然后你教他随意地 你随意地教他一个动作 他能很好地给你模仿出来 我们每年锦标赛的时候 省上的教练 都会到赛场上来选才 第一年的时候 省上教练就 已经有两个教练 就已经在来找我们 找家长做工作 然后往省上升 虽然年纪小 他那个时候上去 年龄应该是最小的 而且可能 你知道年龄小 上去过后 有很多其他的麻烦死吧 但教练都没怕 都希望这个学生 能尽早上去 2009年 9岁的汤千惠来到成都 开始系统学习 网球专业知识 没想到他上去过后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 我现在的记忆上 天天哭 天天哭 他没离开过家 他觉得到成都去 一个人住在 运动员的书生里面 他很不习惯 动不动就给我们打电话来 电话有的还没开身就在哭 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 一口哭 我离开了家长 离开了不习惯 我们都哭饭了 但是因为我对他要求比较 因为是平常经常要 吼一下他 所以他妈妈就接到他电话 就是你再哭嘛 你回来 你回来 你爸爸又要吼你 他就是他说啥子 但是随着我眼泪 随着要笑 我喜欢爸爸吼我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爱哭鼻子的小女孩 在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专业化 高强度训练中 球技获得了快速成长 令母亲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汤千惠比赛时受伤的一次经历 12岁的澳大利亚 就打那个中九 这个地方鼓励了 打来前头成绩很好 打到后头就痛 马上带他带来医院的这些照片 然后这个地方鼓励了 一定还是经常要治疗 还是反正肯定有伤痛 竞技赛场 伤痛在所难免 但也仍然阻挡不了汤千惠 在网球赛场上狂热奔跑的步伐 这是我们乐山体育中心 这个青少年国家 这个俱乐部培养出来的优秀队员 其中就我们家的唐千惠 10年这个11届 唐千惠那个时候10岁 就一组团体的这个第一名 第12届这个神运会 唐千惠也是肯定是绝对的主力 希望他为我们乐山王球 也为我们四川王球 成为中国王球灯光 唐千惠 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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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 雄亲 你 如果你们没有 你加油 你加油嘛 哦 哦 三号四号 这季节的训练如何嘛 有没有状态嘛 还可以不 哦 好的 你加油啊 要有信心 你跟那些交朋友没有呢 跟那些外国人那些 把会一张 我们现在拍上去是那种 拉着 我现在已经换了 换了新加坡澳大利亚 换牌不 会一张 这就是交朋友是吗 成都大运会期间 汤千惠的爸爸妈妈 成了中国网球队的铁杆粉丝 每次比赛一场不落 每场必看 看着女儿一路过关斩将 打入混双决赛 在混双决赛现场 双方展开了激烈对决 最终 汤千惠和搭档金允权 惜败对手 获得了成都大运会网球项目 男女混双的银牌 虽然是银牌 但在父母心里 女儿汤千惠依然是最棒的 汤爸爸告诉我们 追逐梦想 不言后悔 只要努力过 拼搏过 就无悔青春 她依然相信 女儿能够在职业网球的道路上 打出更好的成绩